接下来请看另外一条消息 闯美国海军佛州基地非法拍摄 中国交换生判监一年 中国一名20岁姓名音译赵千里的男生 涉嫌于去年9月26日 闯入美国海军佛罗里达基韦斯特市的基地 非法拍摄军事设施 他于周二5日承认控罪并被判监禁一年 综合媒体周三六日的报道 案情显示来自中国中北大学的赵千里 去年参加暑期交换生计划合法入境美国 学习活动于9月结束 他被捕时签证已经过期一个星期 赵千里的代表律师指 他的当事人只是一名游客 因迷路而误闯基地 不过调查员指赵千里的手机和相机 只有基地的照片 未见其他旅游景点的照片 检察官办公室只提出判刑9个月 且赵千里也认罪 但联邦法官仍判该控罪的最高刑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词 启来谎